大家好,今天是第20天,第20天的烏克蘭五間戰報,各位好 又是2點跟大家見面,大家可以揮揮手和嗨一下我們 我們先看看聲音和連線的情況,所以大家可以跟我們分享 好,今天進入第20天的烏克蘭五間接播,我們今天也會更新一下情況 不算特別多的消息,不過有些位置是挺新的,挺不同的,都要更新 聲音是可以嗎?不辛苦,烏克蘭的民眾更辛苦,我們要支持一下 按LIKE,暫時Nerek OK,好,為烏克蘭期待,今天除了一個之外還有三文英,三文你好 你好,你好,大家好,歡迎大家又來到五間戰報,說實話20天竟然是 不知不覺,打三個星期,三個星期,再過兩天就進入第四個星期 沒有想過現代戰爭打到這樣,三文英 沒有想過,俄羅斯這個世界排第二軍力的國家 大家都以為烏克蘭應該收到拿來,是吧?他打幾乎 直接想過24小時,甚至最後怎樣修正 應你的程度,都是看你96小時的 誰知道他真的打到現在都已經計算到第幾個小時 如果計算今天是20天,480小時了,大哥 這個是不是要過世界紀錄? 真的,烏克蘭人民真是比我們上升上升見很多 這個當然是烏克蘭人民自己英勇抵抗 也都暴露了很多俄羅斯自己軍隊那方面的問題 我想所有軍事專家都史料不到 當然英美、歐盟在後面的援助、支援 亦都是這場仗可以打到現在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我們都說這場仗 見到很多新的 新的戰爭形態 很值得我們到時去研究 不過Larry兄,我們先更新一下大家的新聞 好嗎? 好啊,我們更新一下 暫時尖方,其實說實話 跟昨天沒有太大的區別都是比較膠著 幾乎方面,似乎有越來越多的轟炸 可能是空襲,也可能是附近的炮擊 至於Mariupool港口城市 我們說的Odessa那邊 暫時跟昨天的情況差不多 都是不斷被俄羅斯持續地轟炸 但地面部隊去圍攻似乎沒有太多的進展 烏克蘭方面也是一直嘗試 繼續打開他們的人道救援通道 今天好像會有新的通道 就是 東北城市蘇米 就是這個地方 蘇米這個地方 會再開調人道通道 希望等多些平民可以撤離戰區 我們到時都希望多些平民可以走得到 昨天的這個,也不知道第幾輪和談 好像是第四輪 沒有太大的進展 甚至有說是因為技術原因 是談了一會兒就要停擺 今天會繼續這個,在土耳其會繼續有這個和談進行 我們稍後再跟大家說一下 是否有六點的情況他們需要談 所以可以稍後再說說 包括有什麼位置可以談得到 有些位置可能還是要繼續大家去斟酌 有哪些位置可以談 其實俄羅斯真的不再不展開去談 積極一點談 我都覺得他們的軍力 真的是嚴重受損 我和西文英我們在麥克風說 他們的坦克車 他們的防空部隊 一架一架這樣給烏克蘭這邊老鑊 它不是只是破壞這麼簡單 那時是整架老鑊的 整架就凹了回去用 大家要知道 烏克蘭和俄羅斯的體系 都真的接近一樣 你懂得用的東西我也懂得用 就是拿著一架槍隨時可以用 真的變成你的塞就是我的 就是我老套了你的東西 你沒有了架 我就多一架 是來回是不見的 就是來回是減移的 所以整次看到俄羅斯 如果它一進 都沒有一個有效的情況之下 將他們的軍隊在這個戰場上 其實他們都真的在火燒身 真的不停在燃燒自己的生命 我們一直都說 就是俄羅斯 雖然它有強大的軍工生產能力 但是廣東話 它現在失去的 我們經常看到的裝甲車 被人 好像被人老套了 裝甲車 這次有新的東西 有整套電戰的機動電戰系統 被人拿走了 這架一定是貴的 所有電戰系統都一定是貴的 之前我們也有說過 就是完整的那架 即是海鴿S1 S1的防空車 那架好像是一千五百萬一架 那這些就真的 拿一架就少架了 俄羅斯軍工生產多強 現在都不會像移戰啤膠花 那樣啤T-34 幾分鐘就啤一架出來 現在一定不行 而且它經常被人制裁 你那些原材料 你其他的那些物流 斷得很厲害 所以其實俄羅斯軍工 這次會遭受到毀滅性 因為我們經常說 他們養兵千日用在一招 但是你沒想過 他真的一招 就是我們叫什麼 就是千年道行 就變成一招爽 是 突然間大量的裝甲部隊 這樣沒有了 即是我們在說他們的裝甲車 或者我們說的塔馬車 在說沒有了 現在是由三位數字 會不會在場上 再打久一點 會損失去到四位數字 真的對他們的陸軍 你見到那個傷害很大 還有今次的空軍損失都不少 我們觀察一下 包括他們的戰機 我保守估計 如果你看到烏克蘭 在說五十多架戰機 但是我們當減一半 都差不多只有三十架 如果一個國家沒有三十架戰機 他自己的國家都是一千多架 其實沒有了三十架 我覺得很誇張 打一場戰爭沒有三十架 而且全部都是一些 比較先進的戰機 即是你見蘇三十四 可能都在說沒有了五十架 是的 然後蘇二十四、蘇二十五 這些舊的戰機 打了就沒有了 你只能這樣說 可能他不會肉痛的 因為蘇二十四、蘇五的戰機 真的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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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能不肉痛 但是你喪失了飛行員 就很難升得回來 飛行員 比如說卡吾二那些 都叫做現代化的軍備 你要生產補充 要很長時間 因為 又是說一句 外行就看戰略打得很過癮 外行的人就看 喂大哥 你現在小鬼了這麼多架直升機 我怎麼生產給你 對吧 你現在的重要問題 你沒有錢 滿先的生產就已經慢了 很不容易 儲回家底 結果搞到這樣 我怎麼補充給你 大家想一下 他在敘利亞 他在車臣 他在其他地方 就是格魯吉亞打這仗 什麼時候有受過這麼大的 裝甲部隊的這些損傷 這個是 這場戰爭裡面 我覺得是俄羅斯損傷 基本上最慘重的一部分 是啊 還有他監疑 中國那邊有消息 是想賣給你們的監疑 如果經過這次的損失 我覺得 中國都很難問到俄羅斯文革 你不是給錢就行 人家都要自己做一些革命 給他們自己的使用 要添補錢力 我覺得真的需要 那我覺得不會太大問題 一定會 第一項目是補充到外銷 外銷的打線 大哥 外銷可能人家拿美元結帳 對吧 就算拿人民幣結帳 也比拿勞部結帳 是 因為勞部也跌得很厲害 如果有師兄 大家稍後可以再跟我們報 現在勞部到底跌到多少呢 很多人看 勞部到底跌到有多恐怖 蘇34肉赤 因為蘇34真的對他們來說 是等於F15的Strike Eagle 沒有價格 F15的級數 所以就沒有了也挺重的 大家都知道